請啟動 哇 在內政部長林又昌 營建署長吳新修 及今晚會與金融街代表共同組織下 總經費165億的中產以下 資用住宅貸款戶支持專案 6月1號起正式開放線上申請 希望透過政府與社會的力量 給予經濟弱勢者實際的支持 台灣自然防疫的工作 還有經濟的表現 都在世界上名列前往 不過我們還是有非常多的民眾 包括許多的中地性的民眾 其實經濟跟生活上 也受到蠻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這次在行政院的議後 這個特別條例裡面 我們特別爭取 針對我們中產以下資用戶的 住宅貸款戶的一個支持專案 這個專案的預算有165億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政府 跟社會的力量 對於我們中低薪的這些防待戶 能夠給予實質上強力的一個支持 為了讓這項福利政策順利實施 營建署方面提前兩週開放 90線的免費諮詢專線 開放至今累計超過一萬五千通 對政策說明產生極大的幫助 還好我們準備了掌 所以這兩個禮拜 有接近了一萬五千通 等這個諮詢的一個電話 可見許多民眾對這個方案 其實是非常的期待 經過上個多月跨部會整合努力 中產以下房屋貸款戶支持方案 提供簡單安全的申請方式 民眾只要進入單一入口網站 一鍵按下即可 牛昌也強調這項專案 採線上申請方式 後續支持金將由政府直接撥附到 申請人個人賬戶 不會發簡訊打電話 或透過email通知 請民眾提高警覺 這個最快的話 我們會在7月上旬 就能夠把這個金額 直接撥到你原本約定的 繳納貸款本息的賬戶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最安全的 一個申請的平台 那另外也阻絕這個詐騙 然後把這個金額是直接會撥到你的賬戶裡面 申請條件包括限定僅持有一戶 核代金額上限 台北市850萬 給予五都及縣市700萬以內 以及申請的110年 各類所得總額為120萬元以下等 符合資格審查過關後 最快7月初就可以領到 每月3萬元的支持金 預估可加會55萬戶房貸足 記者張祺騰台北報導